我是古阿墨 今天要來說的故事是 怪物之星 外送員男主角此時正送著外賣 來給某個劇組吃兒劇組成員明星男 無聊的拿著DV一直拍他 問他在想什麼呢 哦他在想他愛上了他家隔壁鄰居 單親媽媽女主角卻不敢表白怎麼辦 只敢每天來他家串串門子 啊這個女主角本身是按摩店的店員 向他此時就正來店裡 幫常客老爹男做服務 然後因為這個工作下班時間不固定 所以他常常拜託男主角 幫他接兒子下課回家 而事情發生在那晚 他下班回家時 鄰居小智障拿著手機跳出來嗆他說 嘿咩我讓我幾個朋友下午去你店裡偷拍 果然拍到你跟我爸老爹男 在床上做那種事 你常賣贏給男客人吧 真是個臭壁曲 啊女主角忽然被小屁孩嗆 非常生氣就想出手給對方一點教訓 還好男主角及時過來勸架 雙方各自散去 然後隔天一早 小智障就被人發現死在社區巷子裡了 所有接獲消息 趕來查看的警察 還有鄰居都直覺認為 是女主角為了抱 昨晚被嗆之仇 才殺人泄恨對吧 再加上造成小智障死亡的傷口上插著胸器 這個胸器 是女主角兒子的一個鐵器玩具 更加讓人以為是他拿家裝玩具來殺人的 但男主角認為女主角不可能殺人 肯定是被陷害的 等等要是被不良警方 抓去言行逼供 被迫認罪 怎麼辦這可不行 所以他轉身跑來女主角家 拉著他跟他兒子 轉身就逃來女主角的獨居同事 閨蜜女的家 這閨蜜女也是無條件 相信自己的朋友無罪啊 總之大家安頓好後 但主角就電話聯絡了好鄰居被胎男送點錢到附近給他 因為需要準備點跑路費嘛 但他要回閨蜜女家時 卻遇到兩個巡邏警察領檢嚇的他 轉身逃到附近樹林 順利甩下警察 忽然明星男跳出來說 嘿妹我剛好在附近拍戲出來透氣 真巧又遇到你 看新聞說你帶著嫌疑犯在跑路是嗎 但這樣能逃多久呢 你若不相信他是兇手 那你就要去查出真相 幫他洗刷冤屈而不是逃懂嗎 反正我能幫你 你明早到附近河邊找我 這裡有棟我家人留下的老房子 平常沒人住 重點是旁邊有個隱秘的地下室 裡面很適合 當你查案的據點 有事你可以找我來討論 而我幫助你唯一的條件是 你要讓我把整件事拍成電影 接著男主角就開始查案 把喬裝成撿回收的人 回到住宿的社區 拿明星男送他的DV 做偷窺室調查 一段時間後 他順利得到一些情報 並回地下室找了明星男來 討論狀況 他得到的情報大概是以下畫面 以小智障死前跟他爸老爹男關係很差 常在社區大吵大鬧 所以也有人懷疑是 老爹男那天吵架時意外失手 殺了小智障 在栽贓嫁惡 老爹男最近帶頭在談社區重建案 他代表的是支持方 而住戶丁子哥代表的是反對方 雙方常在社區大廳開會 但始終談不攏 還常談得很有火氣 明星男聽完後只表示 這些線索 還是無法知道是誰殺了小智障 而且你為什麼 不調查女主角呢 他可能就真的是凶手 跨去查點有用的東西好嗎 所以男主角就又大搖大擺的騎車要回社區查情報 忽然他看到女主角在社區外市場 拖著流血的丁子哥 不曉得發生什麼事 老爹男孩跳出來跟他說 我是你兒子的父親啊 我們關係那麼深 你還出賣我 給我回來一件貨 女主角坐上了男主角的車 叫做工具人在他逃走了 一路逃到天亮後 他才在路邊用以下畫面解釋說 之前老爹男去他店裡按摩時 是想買通他用毒藥毒死凡人的丁子哥 並非找他買贏 反正他沒答應下毒 然後隔天小智障就死了 他就開始逃亡了 這幾天他都在閨蜜女家籌備要逃出國的事 他也只當男主角平常外出是去打工賺旅費 要帶他一起逃 所以沒多問 然後他打算在離開前去提醒一下丁子哥要防備老爹男 才約他來市場談話 卻沒想到老爹男剛好帶著手下跳出來要殺丁子哥 讓他別在阻礙社區重建案 女主角想救人 可是丁子哥已被捅傷走不動 加上老爹男似乎還想殺他滅口 所以他才跟路過的男主角先逃 總之他的意思就是說他真的跟老爹男沒關係 他也沒殺人 然後他決定現在就回閨蜜女家收拾行李 帶兒子跑路遠離這一堆破事 忽然警察終於查上門來 但沒啥屁用 男主角巧妙的 拉著他跟他兒子輕鬆從後門逃來河邊 啊今天剛好是他兒子的生日 他兒子還許了個願 說希望媽媽跟工具人結婚 於是為了滿足孩子的願望 男女主角這才打折 隨棍上有藉口的談起了戀愛 這一談讓男主角驚覺好幸福 好想永遠留住這一切 所以他決定讓女主角跟兒子 休息他自己在約老爹男 來河邊談判問他是不是殺了小智障 還想嫁禍給女主角 而老爹男也正想殺他滅口 因為他知道丁子哥的事了 反正一番打鬥後 他就把老爹男打掛了 躲一旁偷看的鄰居貝胎男見這畫面 衝出來哭著說 你竟然殺人小智障 該不會也是你殺的吧 我就知道女主角兒子的鐵器玩具 有兩個一個在你家 你的不見了他家的還在 擺明是你拿玩具殺人 我都查過了 忽然明星男路過一專 考暈被胎男然後轉身逃跑 男主角追了上來 一路追回地下室 卻發現女主角已經意外發現這個地方 還看了很多這的資料 像DV影像之類的 明星男見狀 立刻把女主角打昏 綁起來再跟男主角說 他已經發現我們的據點 和這一堆你殺過人的證據了 要殺他滅口嗎 我一直都是你的想法而已 只是你精神分裂 總以為想法是另一個人在講話 總之快 回想一下以下畫面 當初小智障跑來你房間窗邊 笑你是娘炮 還喜歡臭壁曲時 你就生氣殺了對方 原本你打算嫁禍給女主角就沒事了 這些年你每次殺人都很巧妙的脫罪 誰知道你忽然捨不得傷害心愛的人 因此猶豫不決想法一直在變 一開始你想高點錢帶她遠走高飛 但半路遇到警察 這讓你怕了 怕逃不掉 遲早被抓 所以你的想法又變了 你想找找看有沒有其他人能嫁禍 我們在這討論過 是不是要改成嫁禍給老爹男 可是你還沒想好細節 警察就找來閨蜜女家了 你不得已只好先帶女主角逃來老房子 然後你再去約老爹男出來想找方法 又殺了一人 還被被貪男看到 你不曉得該怎麼辦 就先把被貪男打婚再逃回地下室 打算另想計策 卻沒想到女主角發現了這你很慌 只好也先把他打婚 再想著要不要殺他滅口 此時女主角也醒來了 他看男主角一個人對著空氣解釋來龍去脈 神情也變化很大 還一下要殺他一下要救他走 他就猜出對方有精神分裂了 好最後男主角怕控制不住 自己內心的怪物 就是殺女主角滅口的這個想法 他捨不得殺愛人啊 所以他決定用高壓電制殺一了白了 女主角則是去報警善後洗刷了冤屈 之後他開了麵包店 帶著閨蜜女和兒子 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故事就結束了 看完這個故事 我想這故事是在表達 想要過上有麵包的日子 你就需要好的工具人之類的吧 可可